哈喽,各位朋友,我是表弟 今天教大家如何洗红豆沙 我们来洗红豆沙 洗红豆沙 然后把那个沙洗出来 这个红豆已经是放在气压锅 气压锅包了等40分钟 用气压锅来包了 对,等40分钟 我们真正就是要拿它的沙出来 拿它的沙的话,我们有几个做法 我们可以直接放下去,倒下去 好,来倒下去,我们这样要压一下 那烧呢,刚刚拿出来的烧 我第一次过是听煮熟过的红豆来洗 不是用生来洗 我原来是红豆沙的制作过程是这样子 对对,我们把它弄到绵绵 通常都是用气压锅来做,这样才可以做得出来 因为够绵,气压锅比较快 我们包也是可以慢慢包 包要包多久,因为是普通的烧 我们要包,最好就正正 你要包红豆,一般上包红豆比较好吃 有人知道,我要喝红豆糖水吗 红豆糖水,我的建议 先挣红豆,挣两个小时后 才来去包 那就比较容易包 就是包就是好像我们农村做红豆水这样的 包就行了 有气压锅就不会令香味润 就比较快点 快 那当然,我们这个你可以加那个什么 加水啊 把斑斑叶叶下去 可以加斑斑叶叶 我们加一点水分 就继续煮 加斑斑叶叶 有时候你也要说到陈皮 有人喜欢吃陈皮 对对,陈皮好吃 真的要加一点陈皮是对的 陈皮下去 好 我们要洗的要在这里 把每一个 拿一个空间来洗 对对,我们在这里洗 这样子就是要洗 就是要用水淋上去的 对对对 我就是让它来沙液 好 就是说我们 搅没了过后 嗯 然后就是用水啊 用水啊 倒下去 就是要它的沙巴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哦 就是搅均匀它 对,然后如果你慢慢搅 就是你要谈点水它去搅 它就慢慢脱落 就是我们不要的东西还没掉下去 对对对对 我也是要拿上面不要的 上面不要的 对对对 讲到反了 对对 我们只是要拿下面这个 我们的下面的汁吧 是吧 下面的纱 红豆纱 红豆外面那层克 就是不要的 是我们不要的克 当然我们 有的人是整个拿去那个 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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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搅到 那么其实 嗯 还是有那个粗啊 不要好吃的红豆沙 必须要把它们克洗掉 我就是因为克的原因 会导致我们的红豆沙 会粗一点 对对对对对 好 好 我们再克拌 我们就是弄死了 这个 这个西北多工啊 是真的很多工啊 真的是很多工 很难接受一个蓝人啊 今天做这样多工的东西 今天可以做这样多工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 做厨艺的时候 你就是一定要有做一些 工 这个时候我们上面的是不要啦 不要不要不要 就是要它的那个沙吧 这样我们一直加水加水 这样下面的那个不是很淡吗 不会吗 没有没有味道的吗 就是调味 对我们最后我们还是要那个 调味自己啦 靠自己对吗 我们最后还是要那个 那什么 放糖下去 放糖 放斑蛋液 或者是橙皮啊 这个是包的时候 包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不要啦 这个还有一点的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金花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要的金花 原来是这样做啊 我真的不知道 这好像我们是豆沙包也是这样做啊 豆沙包也是拿沙 就是拿沙也是 拿沙 等这样拿起了的时候 最后啊 豆沙 它只是过后的豆沙就要 连那个水也割掉 剩下那个沙 哦就是水也割掉 就是留下沙啦 对对对对 豆沙 想不到 有机会我做红豆沙给你看 你现在不是在做红豆沙吗 哦就是红豆沙 那种黑豆沙 哦你要讲你要做黑豆沙 哦 豆沙包那种豆沙 哦 豆沙包的豆沙不一样啦 它是只是 这个红豆 我们做红豆沙 谈水嘛 谈水呢它就是 就是要拿这个 连在水也要的 我们的水分也是要嘛 所以如果是还是有 有点服务的话 还是再加水要去啦 对对对 就是弄到它干成这样子 干到这样子 那边还要再弄过一次 哦还要再弄啊 因为还是 还又是有沙拉 洗不出 洗不出 其实刚才我 这个四十分钟呢 是不是很绵 如果可以的话 都放多四十分钟 我就是你用气要挖 就是四十分钟 还不绵啊 最好是五十分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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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点水啊 我们可以这样 六的汤流下去吗 我是觉得很累人啊 很累吗 真的很累 多工 多工又不赚钱的东西 哈哈哈哈 龙豆沙 外面卖 不是卖便宜的 为什么酒楼 卖的龙豆沙 卖的龙豆沙 你这样的价钱 就是多工的 多工的 我说酒楼 最后一道菜啊 都是有一个甜品 叫龙豆沙啦 不过现在很多 很多人 我发现很多酒楼 他们收视了 拿去弄的 整个连那个洞 也是搅 也是搅进去的 对啊不好吃 很脆 你不能讲不好意思 因为本来就是嘛 因为工的 你要讲口感 比它差一点对吗 口感差一点 口感差一点 不会讲不好吃 口感差一点 就是不好吃 各司各法 对啊 对啊 你讲过了 这个各司各法 要做的话 要对一点啊 我不是很多工对不对 那这里有点水啊 我可以这样咯 这样你 取出它的那个 沙出来啊 嗯 现在它分量也不多 哦 但是我煮的是还餐水的 餐水就很多啦 餐水就很多啦 餐水也要一碗 看你的 看你的豆沙 好像不要到那里 金花菜啦 不要啊 不错 这里 噢 这个红豆刀是不是很幼 很幼了 如果你是编的话 它还是粗哦 编后这个很粗 所以你还在搅一搅啊 所以我们现在做第二轮了 这里还是有一点点红可以打破 再来搅拌啊 果然是在玩沙 不是开玩笑啊 不是玩沙吗 玩沙吗 不是玩沙吗 我在看你玩沙 我们就是这样来洗洗洗 真的是很累人的一道菜啊 很累人的一个甜品 人家卖里要加钱 你不要说很贵啊 不是人家贵到有道理的 对对对 多工多工的东西都是很贵的 你直接用大个的压比较快一点哦 那么一定要精封 检井 我们的小壁 鸡汁 基本上大概是这样洗 然后好像这里还是有一点 这里有一点我们可以浸一点 你真的是 真是全部燥烂 因为这个水啊 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还要加水了 所以我们直接倒进去就好了 对对对对 做的时候我们还要加水 所以我们的红豆沙就取出来了 这个沙就取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 等一下我们要煮的是红豆沙 所以我们就要放糖 放糖那么打馅 可能会打馅打馅 这是今天我要做的红豆沙的洗法 如果真正像我们说是豆沙包的豆沙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水割掉 只是留下它的渣 我不会摆这样割掉呢 因为它的水都没有多渣 我们要买一个布 这个水放下去 它的水不要剩下那个沙 沙就拿来炒豆沙 要放油再炒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洗豆沙 洗豆沙 谢谢